缺乏呢,往往和我们皮肤粘膜和神经系统也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人体神经细胞是前面一个细胞体啊,后面连着长长的纤维 我们人体里的神经纤维啊,其实就是那个神经细胞的尾巴 这些个神经信号都是靠神经纤维来传导的 这些个纤维它在我们人体里走,它怎么都不创电 为什么这耳朵来的,它就不会串到胳膊上去 为什么那个眼睛往腿去的,它就不串到什么其他的地方去呢 我告诉大家,之所以保证了神经纤维的电信号的传导,不会串电 其实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两个营养素 第一就是B组维生素 因为B组维生素保护了这个神经纤维外边的那个绝缘瓶 就如同说,这个开关开那个灯,那个开关开这个灯 它就是有这些个电线连接过去的 每根电线,即使串在一根管道里面 它彼此都是有绝缘瓶相隔开的 保证电信号不会串电 而机体里的这个电线的绝缘瓶是谁来影响的 第一是B组维生素,第二就是卵瓶质 所以如果缺乏了B组维生素 它就会容易出现这种绝缘瓶的老化和串电 我在这再讲一个 B组维生素缺乏以后,就会有一个典型的表现是什么 就是后脑梢 耳后有一根神经一跳一跳的,一下一下的刺痛 这种疼痛我告诉大家 其实就是因为B组维生素缺乏而导致的周围神经炎 就是周围神经的这种绝缘瓶啊 相对就老化了,退化了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神经就有点串电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枕大神经炎 耳后神经炎 是我们人呢,经常发生的一种周围神经的炎症 所以大家也不要忽视 在这种情况下,注意B组维生素的补充 B组维生素的缺乏啊 典型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睡眠当中出现抽动 睡着半截觉啊,手突然间动了一下 脚突然间动了一下 还有的人呢,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刚睡着的时候就做梦 梦见好像从一个高的楼梯上掉下来了 这个时候就一紧张啊,然后就醒了 什么时候做这种梦多呢 青少年时期,中学时期经常做这种梦 一做这种梦呢,就惊醒了 家长看见说,没事,没事,别害怕 这是长个儿了 说就是身高啊,增长了 如果你要是知道B组维生素的缺乏 它容易导致睡眠当中的这种抽动的话 你那肯定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B组维生素的缺口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表现 另外呢,B组维生素对于黏膜的作用呢 当一个人呕吐的时候 你要是去咨询医生的话呢 他往往会给你开一点微生素B组 为什么?因为B组维生素有稳定胃黏膜的作用 它可以让你的胃舒服一些 不至于那么的水肿恶心 红细胞就长不成熟 于是停留在那种非常幼稚的 个头非常大的阶段 这个疾病就叫做巨幼红细胞贫穴 它跟缺铁性贫穴可不一样 它是另外一种贫穴 还有一个就是B12和叶酸的缺乏呢 还会影响胎儿的神经管的发育 尤其是叶酸 我们大家都听说过 有一个常见的先天的畸形 叫做无脑儿和脊柱裂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就是因为 原来很重要的事 这是我这个极度的确定 因为这些绵皮组 就是 这些绵皮组 而是 这些绵皮组 那么 我还是 把绵皮组 但 这些绵皮组 都不能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